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文化政策跟推行的方向 有非常全面和详细的论述 所以却在作为一个语坛人 我能够做的呼应 只是有小小比较几个细微的部分 但是这些细微也可以看出 整个台湾的大的文化方向 首先就是对文化的概念 文化跟文化部门或者文化 它跟财经交通建设 或者其他的不太一样 其他建设你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它的建设的成果 可是文化有形的无形的 有软体的有硬体的 必须要配合 所以你盖了一个建筑物以后 你没有一个推行计划 你当然就整个计划会落空 然后呢 文化事务 它的推行也没办法立竿见影 需要长期的经理 才能够看出它的具体成效 所以我们一般在讲文化的时候 不是完全是理念 而且最主要还是那个执行的经验 或者执行的能力 那民党在这八年 就成如文艺札教授讲的 比国民党好紧接 好 但是我对我从来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民党没需要跟国民党比 民党应该在文化方面 应该是自我提升的问题 或是自我认知的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就要比较注意 这个文化施政方面的一个延续性 民党跟国民党最大的不同 刚刚吴比较教授也提到 那就是对中国 或者是那种党国文化体制 中国国民党的党国文化体制以外 台民进党继承以前的党外路线 就比较强调文化主体性 注意本土文化 这个本土文化 在以前都是长期被打压的 或者被歧视的 一早期国民党首强调的 或者政府首强调的 我们叫做三国演义嘛 比如他也是在讲 国业啦 国劇啦 国化啦 都用国 台湾本地的那个都没算 語言也是一样 米兰化 或者台湾歌谣 台湾化 他本身好像就 就降一级一样 那民进党在这后面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坚持 所以在我们在推那个市政期间 就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当然这个 这一部分也有很多是那种程序性的 比如说 一八零九零年代以后 民主化好 还是李登卫的路线好好 那当然他们已经开始重视 这个士气文化 或者本土文化 已经有一个开头 只不过 后来因为 2000年民进党政选 建设等生期国民党 所以就把李登卫驱逐了 那又回到那种以前的那种 党国的路线 那么在这方面 最主要差别就是 我们 强调台湾主体 台湾主体里面 是文化多元主义 也包括中华文化 跟我们说就是说 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否认 这跟国民党的强调大中华主义 然后台湾只是一个地方文化 那当然是很不一样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这个文化政策方面 的推行 我刚一直在讲的 就是那种延续性 持续性 整个文化环境的营造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 嘲笑也大 然后好像是 国民党随时在抵制 立法院随时在抵制 然后在暗潮汹涌 所以这就会让民进党本身 有一些危机感 所以赶快要加速 推动一些文化建设 这个当然有利有弊 因为文化的事物本身 就是那个它整个的那种 内涵 内在的部分 它是必须要呈现出来 我不是打造出来的 文化也不希望扒出来 文化就是慢慢的经验出来 我说台湾这些关系 都没有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有些做得不做 譬如说 因为我是宜蘭人的关系 我当然用宜蘭做例子 因为宜蘭 宜蘭的 宜蘭人开始 有些困 到现在的林庄园 大家感觉上他们 在文化方面 都非常非常琢磨很深 也得到肯定 所以他在做文化的时候 不必强调政治 不用说我是要做什么 这自然 就会有关系 也就是说民进党 能够长期在宜蘭县执政 文化跟执政方面的 或者政治方面的 看起来好像不相同属 但实际上是相互相成 那我相信台 目前的这个台湾 那个林党执政的一个县市 有一些应该也是 在最后面有一些 好的一个成果 所以说 在现在来讲 差别最大的 就是社区营造 刚刚吴米达教授也提到 因为台湾以前民党时期 大概延续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执政前 就李登威后期 得那种整个那个 那个社区主义 那成效非常好 所以让这个台湾整个的一个大环境 更加的美好 而且后面虽然国民党在现在来讲 他相对的 就不太重视 他也是在做 都有他也是 有文化资产师 也有文化资产局 也有什么社造单位 但做起来跟无缘无缘的 这个有点像 这个有点像 平常执政的时候呢 也是有两岸关系 也是有台湾跟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但是都没什么要做 这个没什么要做 有那个时候大环境的一个因素 包括经费的短述 以及这个 一个朝野的那种对立 所以在一个文化施政的那种优先性方面 就不会把跟中国的交流像现在一样 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也就是说 台湾在民党时的文化外交 或者文化交流 它是跟每一个国家 跟东亚或者世界各国 其中有一个中国 好 那么现在社区没有像以前那么的 的活动那么蓬勃 但是我相信民众 民众的眼睛应该是血亮的 也就是说 他能够 也就是说 这个也变成民进党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潜在的一个支持力量 另外我在这边要提到的 有些被误解的 刚刚吴敏尔教授有提很多 因为他讲的很相信 不要锁国 没有人能锁国 那是锁中国 也没那么锁 但是他就被扣上帽子 还要去文字馆 那是完全误解 那个闲置空间在利用 以及地方文化馆的意义 几百个地方文化馆 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 资源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说有一些偏僻的一个地方 他利用以前的一个教堂 来作为一个文化 地方文化馆 保存当地的文化 因为在前三年来 他的观众可能人数不多 但是给他的重要 有明显的重要性 不是以人参观人数做最主要的指标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 在民进党市政期间 一般 包括 包括这个 这个民立代表 包括从政同志 也不见得了解 所以大家 动 在在立法院里面之前 也是动不动 就是文子管 如果真的是文子管 当然 应该批判 可是那么多里面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我讲 哪一些公共停车场 当初 这个新建计划施策 所以现在变成毫无利用价值 等等 这个当然有一些事 可是那种小型的地方文化馆 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 文化传播的一个力量 那另外一个文化创业产类来讲 这个是民党实在 在那个年代 他提出来 但是因为你文化创业 创业这种概念 其实 一直 实际各国一直都有 只是有一些不用这个名字 像是本就没什么用 文化创业创业 但是我们注意设计 注意很多那种创业的东西 那其他国家 好那我们台湾 用文化创业概念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概念 这个也是很好 但是后来在推动 包括大家特别到政党 在在钓士轮替的时候 那个整个他做好我们就不一样 而且容易产生偏差 因为文化本身就出种教育一样 跟狗有的一样 就是要长期经营 长期营造 不能够急功轻易 但是这个文化本身 它有一部分是有产食的 产业的价值 有一部分是有观光的价值 那这个当然在观光也好 文化创业也好 文化产业也好 都要推行 可是那个不能够让文化本身 跟主卖歪掉 因为后来在喊文化创业才能说 动不动就是喊多少钱 多少回收 多少价值 等等 这实际上对文化有一种 一种误解 因为我觉得民党时期在文化方面 当然有一些不尽这个周全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因为党政策的关系 可能是大环境 或者是整个传统上面对文化的概念 参加那个行政院会就知道了嘛 行政院会里面 院长、副院长、政府委员一大堆 那个文建会的主委 都差不多一、两个交易 一定是什么 圆明会 就写的一种单位都做的 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象征 那最后因为实际的关系 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 文化因为跟其他的那种 行政事务不一样 它要潜移默化 那我觉得民党最重要的 就是说让从政同志 党工或者支持者 大家增加文化的涵量 清楚一点 就是说你随时都会去看表演 看美术馆 或者是文学馆 或者是写作等等 这个都不是刻意要做给人家看的 都不是说有照 有摄影机跟着去看那个政治人物去 就是你要变成 让这种东西 内化成为一种这种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 是用这种概念 实际上是民进党现在最重要 最应该要做的 就是你怎样让 跟民进党有关的 从政同志 党工 支撑 在这方面能够多所琢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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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姑娘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